在安乐路一段就面粉厂的这个路口斑马线使用率相当高 每天都有很多民众经过这里到附近的安乐市场采买 但是当地居民反映这个路口没有交通耗制 加上安乐路一段的车速很快 过马路往往显向还生 安乐这边是很危险的一个地段路 因为你们要去安乐市场被安乐去就要从这边过去 所以这里一定要一个红绿圈 民众大部分这个需求是说过这马路要到安乐市场有点困难 所以说要先把绿色马马线做起来以后 就包括车辆行软通行比较安全 基隆市议员郑文婷接获民众反映 特别安排市府交通处等单位到场会刊 设法来改善这个问题 现场的交通状况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状况 所以大家认为说从善如流 先暂时以划设绿斑马的方式 来提高用路人的这个警觉心 有行人在斑马线上的时候 要保持这个高度的一个警觉 必须停车等这个行人通过之后 再继续往前来移动 那至于现场要不要加设一个闪簧灯的一个号制 我们就交给交通处基于他们专业的考量 来做最后的一个裁夺 由于这个路口附近有一个大型的新社区 和公车站牌加上买菜的需求 因此现场观察过马路的民众相当多 市议员郑文婷也提醒驾驶人 经过这个斑马线路口 要领让行人 维护彼此的安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